哈囉我是娜娜 紫外線真的太毒辣了 不管你有沒有化妝都一定要擦防曬 所以很多人就在想 那我到底是要擦防曬 还是擦隔离霜 其实现在很多隔离霜都已经具有防晒力 再加上润色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去选择多效型的隔离霜 今天我要分享的隔离霜是 Dr. Osfer的润色隔离霜防晒力是SPF50加 两颗星 看一下质地 我觉得它比较像粉底液的那种质地 然后呢推开之后 首先可以先感受到它的质地很丝滑 延展性很好 你能够很好的均匀推开它 然后推开之后可以发现它是带有颜色的 所以它具有校色润色的功能 均匀推开之后可以看到它渐渐地 与皮肤更加服贴 然后颜色也变得越来越自然 这就是它校色的能力 然后整个很轻盈 你不会有那种被闷住的感觉 直接涂上脸给大家看 延展性很好 能均匀涂抹 半边脸的角色很自然 全脸完成后有裸妆感 建议可以搭配蜜粉或粉饼 画一个简单的妆容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麻烦帮我按个喜欢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赶快按下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想说的话 或者是想看的影片主题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nana 下次见拜拜 拜拜